昨天在備詢的時候 民進黨好多人搞錯重點了 這個國家層次的問題 九二共識一直在問 高雄市的市長韓國瑜 他選前的時候也講得很清楚 就支持九二共識 一直在糾結在這個上面 來看看他昨天怎麼回答的 韓社長你敢在選舉前拋出 我承認九二共識 這個議題 我跟你說在台灣你選機 你最起碼會減30%的選票 對我熱愛中華民國 所以我承認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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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選舉的時候講過了 他也告訴大家 我是在選前 少數直接告訴大家 我就是承認支持九二共識的 縣市首長候選人 那一點他說我一再的強調 政治0分 經濟100分 我當下我就已經欠了這麼多錢 3000多億了 我還在那邊跟你搞政治嗎 但是發現了民進黨 現在有點怪怪的氛圍 因為還傳出說陸委會主委 第一次看到陸委會主委 要去拜會高雄市長 我覺得陳明通 這個拜會是有政治智慧的 因為他發現現在兩岸最能接軌的 人就是韓國瑜 所以他認為如果能夠跟韓國瑜 另外也能夠接軌的話 搞不好要形成了另外這種渠道 那個熱線打得通嗎 對 我剛剛講過說 韓國瑜是政大東亞手的高台生 梁冠他最熟 他還有一個好同學 就坐在現場 就是王峰 王社長 王峰 王社長 也是他同班同學 所以我講的話 因為我是同一屆 我是公共行政研究所 所以我覺得 剛剛那個高雄市議員那個質詢 真的是笑死人的 因為第一個代表這個人完全 我不要講說他沒有讀書 我不應該在哪兒 沒禮貌 我說這個人完全沒有基本的Sense 選前韓國瑜講過多少次的 九二共識 而且電視的編論還明白講 我就是主張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把中華民國的立場 把國民黨的政治立場 講得清清楚楚 實實在在 你怎麼可以講說 如果你選人家 你的票會少了30% 你就不會當選了 這話怎麼會講 我跟你講正因為韓國瑜 我剛剛進廣告時間 還跟幾個好朋友聊天 跟韓濱 跟市場聊天 我說正因為韓國瑜 講了九二共識 把多年來國民黨 那個吊在空中的九二共識 拉到台灣的基層接了地氣 讓台灣的社會覺得說 九二共識 如果我們可以接受 就可以讓高雄發財 各位你們知道嗎 我吊個書袋了 當年孫中山先生 在窮鄉僻壤的大西北 文盲很多的大陸的西北 推展三民主義 他說三民主義就是發財主義 你只要支持三民主義 就可以發財 韓國瑜今天不是在講這個事情嗎 他認為說當到九二共識 如果我們能夠接受接軌的話 就能夠讓高雄就能夠發財 所以我覺得這樣一個邏輯 所以陳明通去找他 基本上我是肯定的 我肯定 因為陳明通這個人 是綠營當中少數的大陸問題 真正的專家 少數跟中共有實際上的接觸 早在陳水扁的時代 他就跟中共的代表 在海外的第三地見面 然後這個人進出大陸 不會比我少 不會比我少 比我還多 只不過他們進去 民進黨進去有一個患病 就是每一次都換一本台胞證 他絕對不重複用兩本台胞證 因為我跟過民進黨的 卸任的立法委員 去過大陸 他們就是這樣 他怕回來被人家鬥爭 所以他們每去一次 就申請一本台胞證 所以陳明通找韓國瑜 我覺得這是好事益莊 但是我希望陳明通 不要去道德勸說韓國瑜 不要跟大陸接觸 也就是說你不要用 負面的角度裡面去 或者說嫌總統蔡英文之命 去警告韓國瑜說 兩岸關係是蔡總統的權責 請你不要去輕易的 去擅自的啟動 或擅自的跟大陸做什麼東西 我希望陳明通的邏輯 不是這樣 我反而希望陳明通的邏輯 就是說請韓市長 你本理職權 但是你在跟大陸接觸的時候 你看看能不能在 現有的基礎當中 能夠幫助台灣 不僅是為了你高雄市 也能夠跟台灣的各個縣市當中 有沒有辦法能夠啟動 我常掛在嘴邊講 我講的是真心 黃偉哲跟我在立法院是同事 我誠心的希望黃偉哲的台南的水果 也跟高雄一樣可以 預警的芒果 用這個鞋子可以到中國大陸 台灣最好吃的鞋子 對 我會希望 所以鄭如同現在 現在蔡英文總統執政 為什麼國民黨執政的台東縣長 原來黃建廷 能夠把台中的世家 成功的大量賣到大陸 把台東的鳳梨賣到大陸 基本上就是事在人為 而且這個沒有侵犯總統執政 沒有涉及到任何協定的簽約 政治協定 完全就是一種理念當中 我接受九二共識 我們就能夠把東西 賣到大陸去 所以韓國瑜的希望 韓國瑜速度講出來這一點 我很肯定 他的希望能夠拉抬台灣的縣市 大家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贊成陳明通 主委去拜訪韓國瑜 但是我希望 不要做任何的勸阻的動作 不要做任何的道德勸說 而應該要激起的政策面當中 怎麼如何在現行的法令當中 如何讓九二共識 你自己尊重你國民黨的 縣市長的九二共識的立場 然後讓高雄的貨能夠出去 讓高雄以外的地方的貨 也能夠出去 不過我對黃偉澤比較擔心 因為黃偉澤他一定 不敢講九二共識 他只那一天講了一個說 習近平並沒有說 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 你就已經被民黨 K得滿頭包的你知道嗎 聽說民黨中央 已經給他下達封口令 他如果再講的話 就要對他做黨籍的處分 所以我有特別 特別注意到從那天之後到現在 他就沒聲音了 黃偉澤市長就沒有在講這件事情 所以這些事情 所以不管怎麼講 我覺得我在整個政治旋轉的 這個動盪的這個時代當中 我們希望我們大家能夠穩住正腳 的確 韓國瑜所講的 九二共識是我們的定海神針 我們把這個針定下來之後 我們好好做 也有台灣人的尊嚴 也讓台灣的經濟能夠有所突破 對我們目前困頓的政局當中 我覺得有點舒緩的作用 所以我贊成陳明通 拜訪韓國瑜 但是拜託陳明通 不要去做任何的 踩煞車的動作